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就是他那个日记本吗 对的 这有个笔记 在这里 这有个笔记 有人要看吗 要不要看一下 朋友们 喷喷好像找到了 好合适 点开 是个蓝 还真是 独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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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真那本日记 就是眼钞 眼钞机 来吧 这儿呢 MT MT913年6月1日 今天我在剧院门口 发现了一名 深受众生的 我国士兵 他全脸血肉磨 昏倒在地 就是那个爱德华是吧 意外发现他脖颈露出的项链上 竟然刻着罗杰 就是他活着呗 就是两个人一直在换身份 不是 他找到的这个人是罗杰 他的胸前还别着一只爱德华的钢笔 难道他是我心下一律将他带回了剧院 等他醒来 我想好好问问他 就那哥们呗 拿镰刀那个 他老有骨头 来来来来 往前脚往前脚往前脚 我的天 快点 这里进来 刚才美京应该把他摁住 问问他 6月10号 今天罗杰与我聊了许多 他还与爱德华当年一起度过的大学时光 这也让我对爱德华长久以来的思念之情 得到了一些慰藉 6月20日又过去了10天 但从剧什么 我觉得这黑灯毒会好一点 把灯关了 我就说那灯怎么能开关 对 这样好多了 罗杰的伤势已经好了许多 但他始终不愿意从剧院的地下室里搬出来 我猜想他可能是觉得自己被毁了容貌 自卑让他不愿意被外人看见他 小时候这么点事 他就是觉得自个儿丑 不愿意出来见人 然后呢 其实他暗中一直在保护他心爱的姑娘 然后爱德华死了 然后他是爱德华的战友 然后他回来找到这个姑娘了 是吧 他们也是同学 对